Hello 大家好 熟悉我频道的老朋友都知道 我每个月会把我们家的开销 做一期视频来分享给大家 方便大家更加了解 就是一个真实的 在加拿大生活的一个成本 那这个我是从2020年的1月份开始做的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5月份了 那我现在总结一下4月份了 如果大家对之前三个月的感兴趣呢 那我会把之前三个月的链接放在信息栏里边 方便大家去点击查看 那我们今天呢就把4月份的花销总结一下 4月份因为疫情嘛 在加拿大待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花费相对来说很简单 那我们现在匆匆的过一遍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4月份的这个消费的总体分布吧 跟之前差不多 也是房子占主要的 然后上个月的grocery稍微花的稍微多了一点 因为月底我们去了一趟Costco花了400多 所以说可能稍微多了一点 其他的就是还是固定的这个水电器网电话费 这个其他主要是我们买了一个蹦床花了将近300刀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匆匆的过一下这个明信 每一笔都是怎么花的 我们依然这样倒着说吧 首先看教育就只有这个Mutual Phone的这209刀 之前都有daycare费 因为现在在家所以daycare费没有交 这个Mutual Phone的吧 他每个月都会寄一些那个总结来 就是我们投资的这个盈利是多少呀 一些信息 但是我也看不懂 但是上个月Mutual Phone的寄来之后呢 我老公给我说了一嘴 我听了一下 就是我们连着两年多吧 给哥哥买的这个Mutual Phone的 总共是买了5000多刀的这个投资吧 相当于但是现在好像缩水缩成4800刀了 就是可能因为是这个投资都赔钱吧 最近不过我们投这个Mutual Phone的呢 是一下子要可能要奔着十几年去的 所以暂时亏本呀或者是这个起伏呀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 那接下来就是房子了 房子还是照样这个地税 物业费 还有每两个星期的房贷 是750 总共还是1970 跟之前的一二三月份都一样 那其他呢 就是这个亚马逊的会员费 还有给哥哥弟弟买了一个蹦床 他们特别喜欢玩 而且这个蹦床呢 我也是专门出了一期视频 如果对这个蹦床感兴趣的呢 大家可以查看那期视频 这个月呢 我发现其实他每个月开始扣我老公这个账户的银行账户费 所以这个月多加了三块九毛五 这是其他方面了 衣服类呢 我们这个月也是一件也没有买 因为我发现在家待着还是挺省衣服的 之前呢 就是偶尔会给哥哥弟弟买点新衣服呀 因为他们去幼儿园对吧 就穿的好一点 然后每个天都换呀 结果呢 现在夏天了吧 之前哥哥那个牛仔裤磨出洞来呢 本来是要扔了的 现在因为也夏天了 所以接着穿吧 就没有买衣服 外出请客呀 吃饭呀 就更没有了 对吧 因为大家已经停止这种一切社交活动了 这周 哥尔岁是去Costco 大购物了两次 然后我两次都出了视频 大家可以查看 一次是330 一次是花了457 然后中间为什么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Costco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不是没有桶装水吗 但是我们家那个饮水机要需要水 所以我们就去那个 C1Food去搬水 然后后来第二次呢 去C1Food也没有水了 又专门去了一套那个Safeway 又买的水 所以这就是比较杂 中间呢 爸爸自己去过一次Costco 补充了一点早饭呀 水果的 这个150多是去亚洲食品店买的 这个车方面呢 只有这个加油 这方面花了36 水电器网费呢 还是依然跟上个月差不多 坐机费是11块8毛7 我们两个的手机费是140 水费是将近100 气费60 网费43 电费155 总共是510 这个明细看完了呢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我们4月份吧 我们经济活动吧 就相当于这个交易次数吧 往来才一共24项 但是我们之前呢 因为3月份中旬 我们这才开始 就是进入紧急状态的嘛 所以3月份我们是40项 这个经济交易状态次数 而2月份是达到了60多项 1月份是56项 所以说从这个来看吧 这个疫情对我们的影响就是 这个经济消费的这个次数 相当于交易次数吧 明显的减少了 现在才24项 这个其实也是make sense对吧 因为大家出去吃饭呀 然后买衣服呀 就是经济活动少了 在家的生活呢 就比较单一 这个经济交易次数就大大减少了 那我们再进入这个月份对比 这是1234月份的这个对比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 我们看3月份和4月份 因为3月份4月份呢 没有daycare费 更能反映出一个普通家庭的 这个支出的一个比例 那我们看3月份4月份呢 我发现这个房子 就是房贷地税物业 还有这个水电器网 这些其实都是 不管有没有疫情的话 你都会要消费这些东西的 而且grocery呢也是 你有了疫情呢 也是要吃东西的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三项每个月都占了80%多的比例 甚至能达到86% 所以呢可以看出来 每个月的这个必须的消费 其实是占了很多的 通过这个消费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 特别的积极地要求要复工呀 还有就是政府 为什么一个劲地给民众发钱 来安抚民众的这个情绪呢 很多人确实是因为这个疫情 家庭收入受到了很大影响 所以说是如果一个家庭 有一个人失去了工作 或者是两个人都没有收入了 都因为这个疫情影响 没有收入了 那他们家的这个消费 马上就是捉襟见肘了 因为加拿大人呢 很少有存款的这个习惯 即便有存款呢 可能能支撑个一两个月 甚至三四个月 你如果要是再这样 就是一直没有收入的话 那真的是这个家庭 可能就会破产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呢 一个劲地发钱 让大家稳住 然后政府呢 也出台了说 就是这个房贷呀 可以晚六个月交呀 之类的吧 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因为外出吃饭的次数少了 车的邮费也变少了 所以就是三月份和四月份 即便是加上这个daycare费 daycare费大概是一千九 即便加上daycare费 每个月也比之前的两个月 少了四百到五百刀的消费 这个就是我们家四月份的这个消费 如果大家喜欢看这种类型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